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軍演懶人暴的部分 首先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老喬要來了 老喬的主動機是CD6可以發動 鳴控敵方全體 使受影響目標無法行動一回合 解除黃金精神成員的疲憊休眠狀態 黃金精神成員增加兩回合抗憤 如果隊長是黃金精神成員的話 所有成員的攻擊會轉化為光鼠 隊伍機的話大家可以稍微看過就好 因為這個先前都有提到過了 羈絆的話有添加為種族株跟追打的選項 再來是喬瑟夫的武裝龍客的照相機喔 武裝能力是延長1秒開罩的時候1.5倍 消除一組5顆或以上符石自身在1.5倍 龍客開下去的技能有隊伍攻擊提升20% 所有成員以50%攻擊追打暗數一次 以及隨機3個技能冷卻中的CD-2 再來是第二個挑戰關卡 等等還有第三個 喬瑟夫多情的槍手以及等一下要提到的佩特夏 分別會在下禮拜1、2、3開放 而合適的話CD6可以發動主動機 解除亡命暴擊 對敵方全體造成1000萬點的無屬傷害各一次 然後是受敵人反擊傷害減少百分百 再來就一樣是挑戰關卡冰冷翱翔 配特夏的話是水屬性的獸族CD6可以發動主動機 凍結敵方全體使獸影響目標轉化為水屬 然後獸類對獸類還有自身凍結狀態的目標傷害會有額外3倍 這個很還原劇中的設定喔 那時候就是一隻老鷹跟一隻狗在打架嘛 首回合會把第一到三橫行的符石轉化為固定數量級位置的水星牆 次回合就是轉3到5橫行 效果會在進入下一層衛服的時候才消失 OK 以上是本週捐染的爆部分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下週的挑戰關卡有什麼想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